对于新婚夫妇来说 刚结婚总要度过一段甜蜜期的 特别是那些艺人 总要有段时间不露面 来享受难得的甜蜜时光 毕竟一旦复工 日常生活就要被拿出来大谈特谈了 而且那时间刚刚结婚的吴珊如 近日终于透露浑厚状态 但内容竟是大吐 在家受委屈的怨气 之前吴珊如刚完婚 随即动身飞往美国与南方情友相聚 也有好一段时间没和大家交流 许久没和网友互动的他 终于在社交平台开放网友提问 许多粉丝表示非常想念他 责责留言都让他十分感动 心下还觉得原来自己没有被世界遗忘 一直被很多人记在心里 为此开心不已 但是当被问到有没有被王先生欺负时 他居然立刻回答哟 原来他一不小心睡着 丈夫就偷拍他 说完还放上一张床照 即使躺在床上本来要拿起书来看 结果却睡着了 有感而发的说 放假真的会像电池坏掉那样 前一秒还潮有精神 结果工作一停下就完全携菜 之前有无数次在看电视擦保养品的时候 都是直接睡着了 一番放假论 您不少网友会心一笑 他也分享到 临时决定和老公去爬山看雪景 结果虽然已经穿上后外套 但脚还是狠冰的救世 也发生过车子突然被大雪覆盖的状况 此外他也逼着老公一起吃雪花冰 并且晒出两人的背影照 小说《再吃雪》 幸福的婚姻生活 令粉丝们直呼超级羡慕 然而在这令人羡慕的背后 却承受着一些病痛 前前看到许多人在分享打疫苗的副作用 其中包括微发烧等症状 他有感而发 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自己 罹患了不明怪病 已经与病痛和平共存五年的事情 甚至表示 大家这些微烧症状 其实是他的好几年的日常 原来他26岁开始生起重病 时常40度脸烧多天 完全没有除寒迹象 好端端跟朋友们吃着饭 突然觉得全身发冷 冷到狂颤几乎愁躁 10分钟后就直冲40度送急诊 也是常发生的事 后来他居然习惯身体维持40度恒温 哭笑道 这种荒谬的苦痛是恨无奈的 而且他的病症几乎说来就来 有次感觉头晕目线不舒服 担心又要发作 就快速冲到厕所 想卸妆洗澡休息 可是刚碰到沐浴帘蓬头 就开始心跳加速 脖子更是跟着僵硬 随后水越开越烫 他的胸前背后都烧红了 还是冷到尺牙护状 于是他迅速关掉水龙头 裹上毛巾 奈何在家中就这么两步 他还是走不到卧室 真的冷到受不了 当场也只能蹲在地上 动弹不得 最终家人协助将他搬到床上 再裹上毛痰暖背 又有好几个人同时为他搓着被褥 想加点温 但他仍然冷到无法自拔 之后便又是高烧好几天 另外治疗过程也是十分心塞 包括先是承受酸痛 软弱无力的状态 再脱水打针 急诊住院 偶尔还会碰到昏倒的情况 而跟令人非以所思的是 根本就照不出病因 因此看到大家因为发烧数字 紧张兮兮 他不免心里五味杂陈 他也强调不是要拿自己的病 跟大家比较 只是想表达 省殖身体不好 是很痛苦的事 而且有人面临更难产的状况 好在如今儿历之年的他 早就已经找出和病痛 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 还形容看待疾病 就像照顾小女朋友一样 他也希望大家别把打疫苗的副作用 当作勋章 不停地公开报告 重要的是 自己平时就要爱护身体 别等到不舒服之后 踩娃娃叫 值得一提的是 他先前之所以能顺利熬过病痛 与丈夫的时刻陪伴不无关系 据悉 他的丈夫王先生 虽然是全外人 但是妥妥的精英人士 从事室内设计 还自己开公司 而且颇有神医头脑的吴宗献 还曾提议 希望以后和女婿一起 合资开大型装潢公司 此外 小夫妻俩婚前 就已经同居五年之旧了 不过两人在结婚之前 先传出婚礼费用 由女方全包的消息 最开始是 吴宗献在节目上询问吴珊如 婚礼欠是谁出 他解答是女房负担 原因是自己在美国的同学结婚 都有女房出 自己也自然这样做 吴珊如表示 在台湾可能是男房出资 或者双方一起 但外面的风俗习惯 却不是如此 况且男友对他一直颇有照顾 该做的都又做 只是没想到消息曝光后 网友还是好奇 为何是有女房负担 也想说吴宗献太有钱 男房入赘 对此 吴珊如又补充说明 在美国本来就是行娘出钱 后面的人生则是行囊出钱 这是一个逻辑 一个文化 且同学结婚也都是女房出 所以父亲吴宗献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事实上 早前他就透露 设计师男友曾情自操刀 笑两口的喜帖 漫画风格的样式 上头画有两人的卡通肖像 他也第一时间送给老爸吴宗献 对方还立刻上网分享 写下感动哭的话 还自嘲 婚礼当天又要再哭一次 吴珊如和王先生的婚礼 是在文化东方饭店举行 可以说是农历春节前 演艺圈最盛大的世纪婚礼了 当时为了保证婚礼现场的安全 参加婚宴的成员 在进入会场前都要进行消毒 且不会增加禁酒环节 参加婚宴的不仅有多家媒体 还有全内艺人 总共宴请约有四百人 可谓是重心云集 为避免群放现场冷场 吴宗献便开放媒体点歌 演唱披头式的喘世名曲 同时不忘退销自己副宴商品 令媒体感叹总一魂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 新娘吴珊如的一套婚纱装扮 与五百万成本 这身洁白的婚纱裙摆 长达二百五十公分 澎湃的裙摆 堪成梦幻袈裟 手上的薄金钻戒 价值约160多万元 钻戒以花园交织藤蔓的设计 与两人交织开花结果 而他身上的18K百金高级钻叶 以及18K百金钻石耳环和手环 一整套下来有一千五百万 由于新娘是全外人 为了保护隐私 即使吴宗献和女儿接受群访 在采访中吴宗献表示 对于女婿很满意 脾气好 形象好 几乎全程见证了她们的恋爱过程 吴珊如则感谢了爸爸的养育真 被问及造人计划的时候 却表示进度为零 咽下不会生子 在宾客受邀方面 吴宗献挽制了夺位圈内的大哥大姐出席 不过在现场又看到小钟 与吴珊如搭档节目的 颜亚伦 唐启阳等人的身影 有意思的是 周杰伦并没有接到邀请 而他的运用作词搭档 却出现了 当时刚热麻烦的弟弟陆西派 因为正处于凡信息 不便露面 不过他有自己的任务 不但负责婚礼音乐 还特意为姐姐铺了一首曲子 以表对姐姐的祝福之意 在婚礼现场 吴宗献将女儿交给女婿 离开梯台的时候 还深情地拍了拍女婿的肩膀 这是男人责任的结帮环节 一个托付便是终身 现场像两口的高清婚纱照也曝光 吴珊如穿着林格文个性地服 老公则是以总色西装入镜 深情地望向他 户外场景则换上另外了趟礼服 还就朋友一同入镜 一群人在金黄夕阳详称下合影 唱免既温馨又浪漫 其中 吴珊如老公王先生的逆天颜值 让所有人都惊呼 不仅拥有精致外表 身心也超级修长 外貌完全是男性等级 完美驾驭任何一套西装 不过王先生稍早时没有一起现身 对此吴珊如表示老公没有见过大场面 担心对方紧张 倒是爸爸吴宗宪 抢尽风头 让全场笑翻 而结婚之后 吴珊如首次在美国婆家过年 出席夜更晒出动态 与婆家人玩在一块的画面 隔天再度更新卧床照 景总表示 美前差点没过 即便如此 他左手无名纸上亮晃晃的婚戒 仍献杀不少人 只是吴珊如目前尚未完成婚姻登记 因此就反对而言还不是王太太 而因为他人就在美国 外界纷纷猜测会直接在美国完成手续 对此吴宗宪向外界回应不重要 结婚只是世俗横土的一种做法而已 两人之间的相爱比较重要 态度看上去颇为坦然 有趣的是 吴宗宪的二女儿Vivian 则和朱立伦的外甥蒋冯卫续绝 在半年内廉嫁良女 他感慨称 并拿掉两个胖光还痛苦 对于过年 韦璐少两双筷子 是比冷清许多 他则回应 还是一样 家里聚餐 无非是炫在别的时间 而且平常也都有家庭日 况且女儿都家在台北 所以没什么问题 不过之前他还曾自曝 虽然不舍女儿 但他们的婚房就在自己楼下 多少是一种安慰 原来吴宗宪曾偷偷买下 吴山儒夫妻俩 新房的楼上两户 而且一户就要价两亿 两户共砸下四亿之多 让吴山儒忍不住小饭白夜 他抱怨爸爸 还问他可不可以 打个消防通道 留到楼下他家 直呼他这种行径 根本就是恐怖情人 而得知爸爸就卖在楼上 并且建商的规划格局 都是类似的王先生 只说要把格局改一改 因为觉得晦气 吴山儒还说 吴宗宪其实是嫁接 要帮他看新房 结果就顺势买下 而吴宗宪则说 那是因为建商 刚好是他朋友 所以算他便宜 而且很干脆就成交 不过却把吴山儒气个半死 不过这也算是老父亲 对于女儿的不舍和照顾 而且本来妇女俩的干情 就特别好 从经常在公众面前 举动亲密就看得出来 时至如今 2021年工作满当的吴山儒 在新婚之后 终于能在美国潇洒 好好放个长假 最后也祝福这对新人 可以一直甜蜜下去 更期待两人 尽快担下一个可爱的宝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它了